好 我是江湖開放工作室的Alan 那流域行動藝術季是由很多的在地的團體 然後一起共同就是create出來的一個藝術季 那等一下後面我會跟大家分享比較細節的部分 就是我今天不知道是這麼free的狀況 本來想要跟大家有一些互動的 但一點點好了 就是想要問問大家你們居住在哪裡 就是北部的舉手 那中部的 南部的 從南部特別上來嗎 厲害 優秀 那你的老家在哪裡 就是北部的舉手 中部的 南部的 OK good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哪裡來 就是我覺得那個居住的點跟你的老家之間的那個關係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對於家鄉跟土地的感受 有時候往往是從家鄉而來 對 那江湖的位置呢 它是在這裡有兩條溪 就是這一條是茄東溪 然後應該是說 這一條是南坎溪 然後這邊是茄東溪這樣 然後我們是在兩條溪的流域之間 也是在這個桃園第一支圈 桃園的第一支圈一直順流下來的這一塊區塊 那比較近開一點呢 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得到 就點點的這個位置 然後旁邊有一個很大的皮塘 那大家有看過皮塘嗎 Good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那個 來參訪的朋友 他們是不知道什麼是皮塘的 我就說 然後因為我們離皮塘非常近 然後有時候做一些走讀的時候 只要上一個平台就會看到一口很大的皮塘 然後你就可以騙他們說 我帶你去看海 一秒看海這樣 好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流域行動藝術季 它其實是從2022年的時候 才開始的一個藝術季 那這個藝術季呢 是有一群就是關心生態環境的公民 一起發起的這樣 那2022年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這個策劃的主題是 以隱藏的地景來做跟大家的溝通 就是在一些你看得到的 跟看不到的地景上面 它以前可能是什麼樣子 然後透過一些藝術的轉譯來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這是今年的活動 那現在就是今年呢 我們就是策劃的這個主軸是走走回來回來 對 那要回來哪裡呢 對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在這個我們策展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裡面有一些在地的桃園人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桃園這個地方呢 常常很多人他必須要就是因為工作關係 或是生命的一些經驗 他必須要離開這個地方 可是他可能年輕的時候就離開這個地方 那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他心裡的那個童年的記憶就不見了 就覺得很暢然這樣 對 然後再加上就是很多 很多的優秀的年輕人 他們離開了這個地方之後 可是又有很多外來的移民進來的這個地方 那他們進來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並沒有辦法好好的生根 對 就是快速的在變換的這個狀態裡面 他們就沒有辦法找到他們的歸屬感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回到童年有的這個記憶 然後回到一個就是很柔軟的一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對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很自在地回到你們心裡的原鄉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的一個策展的主軸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我們今年的藝術季的展覽的部分 有四件作品 那今天早上應該你們有參加第一場嗎 空城現場那一場 那兩位作者就是林彥祥跟王正祥 他們也是在今年就是有加入我們的這個藝術季的共同的呈現裡面 對 那他是用走到綠節筆端的遍地烽火這個作品 來跟大家做交流這樣 那Uprooting這個部分呢 我看看 OK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 這是有兩位作者 他的作品叫Uprooting 那就是一種拔根的概念 對 因為這些作者其實他們不是說 我們的交流方式跟合作方式 比較像是 我知道某一些作者 他們就是長期的關注土地議題 那他們的行動方式也是跟我們很契合的 所以我們的團隊就會去尋找他們 然後邀請他們一起來共同的就是呈現這個作品 那有一些呢是因為江湖他在地呢就是其實不知不覺也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呢就是我是返鄉青年了 對 然後呢回到這一片就是一片荒草的地方 對 那就開始了進行我們的實驗計畫 那我們做什麼實驗呢 我們就是希望在這一塊農田上面 休耕很久的農田上面 可以運用蒲門永續設計的概念去營造一個食物森林 那這個食物森林呢可以提供大家一個很舒緩 然後又可以自給自足 而且可以達到一個 就是創作無欲的一個環境 對 那什麼是蒲門永續設計呢 簡短的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就是它是大概1970年代的時候 從澳洲傳遍全球 開始傳遍全球 渲染全球的一個思潮 那它是由三個英文字組成的叫 一個是permanent 然後一個是agriculture 然後一個是culture 所以就是一個永續農業跟永續文化的一個整合 那它是一個整合性的設計 它不管是用在農田上面也好 或者是生活上面各種方面都可以運用 那它是一個有這個倫理精神的設計思想 它的倫理精神是什麼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也是因為這個很容易 跟大家產生共鳴的這個精神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跟它就是一拍即合 這個倫理精神就是很簡單就是照顧地球 然後照顧人公平分享 對 那就是基於這個倫理精神 然後它有12個設計原則 那大家就可以依循著這個設計原則去 試圖地思考你的策略它適合嗎 可以做調整嗎等等 對 那我們就認識了這一個思潮之後 就很想要實踐它 所以就後來就選擇這個西部的這一片土地 對 那再拉回來到可能會有點跳躍啦 對 那再拉回到 所以這一些作者呢 像這兩位作者他們就是很早就已經 也不算應該說他們的另外一半 很早都跟張虎產生了一些連結 對 就是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辦了很多的讀書會啊 或者是協力啊 工作坊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位就是下一位 Mathias他的太太 也是我們團隊裡面的很重要的設計成員這樣 對 所以他們知道這裡即將遇到一些 土地議題的時候就非常的關心 所以我們一連串的行動其實 Mathias都一直有跟著我們參與 所以他非常的了解這整個狀況 那這位他是也是德國人 但他是波蘭伊 然後他是今年才來到台灣定局 那他是做裝置藝術的 那來到這裡之後呢 他就是跟Mathias就是 就是好像久別重鋒的概念 然後很想要一起做一些共創 那這個作品呢就是Mathias他們 這個Uprooting這件作品 他是做泥塑 那這個泥土的材料 就是從這片基地挖起來的 對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裝置 就是那個Yakob 就是剛剛那一位Yakob他的創作 那他的創作就是把四件這個自然景觀 跟在地產生呼應 所以其實在現地你可以看到很多 比較細節的東西 只是呢這件作品他又跟時間很有關係 就是如果呢譬如說土屋好了 土屋如果他要蓋得好啊 然後他最需要他蓋得好 然後他又要可以留得久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屋頂 對 那但Mathias他覺得說呢 他這件作品其實是想要跟 譬如說你們可以看到後面那兩棟樓 對想要跟現在的建材做一些對話 對就是我們如果以風土建築來說的話 把以往的自然建築他都可以在就近的地方 獲取你家屋的材料 那如果他壞了 人可以有修復的技能 那如果就是人一直不在了 他也就消逝了這樣 對 他覺得說這個材料 並不會去傷害到土地 可是他的碳足跡也是最少的 那可是如果以現在的建材來說的話 他們都是從很遙遠的地方獲取這一些材料 那這也是他想要跟他對話的地方 那其實你們看到這個竹樑亭 也是2015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也試圖的想要跟這個材質這件事情做對話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可能還看不到 那麼多綠意揚然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就是荒草一片嘛 那除了草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後面有很多的建物 那時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自然材料 跟這個水泥叢林的對比 那這件作品是底家 我現在開始有挑戰今年的 不好意思 今年有四件作品 那這一個 這位作者他是Aster 他也是在地的茶畫家 那他的作品就是透過很 很有生命力的這一些線條 去表現在地的這一些景物 那這個像今年的主視覺 就是由他就是操刀的 那你們看到這後面這一件 這個自然建築 他是由這個建築公社 在竹北的建築公社 他們打造出來的 那也是因為我們這個 極田農園的農主們 他們很認同他們的這個建築的理念 對 所以就邀請他們來這裡 就是成就他們的這個 農糧加工事這樣 對 那他叫做王歌小屋 也是紀念這裡以前的一位長輩 對 對 好 那你們看到這個手上的這個 呃 這個胎球啊 對 我們暱稱他為這個 漆彈 對 因為就是一種營造 營造植物的行動漆地的概念 對 那今年呢 就是大家做很多 就是你們看到 第三件作品 就是這位作者 他是李毅潔 那也是北一大的研究生 好像剛畢業 對 那他是透過共創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互動 那這一些七彈呢 就是 他透過三個子計畫 一個是腹地 一個是建地 然後一個是漆地 來透過這樣子的行動 讓他去了解 為什麼這一些長輩 他們並不想離開 對 那 呃 所謂的腹地 就是 有一位長輩 他 把他的一個土地 想要重新的富裕 然後 因為在前年 我們就已經做一個 呃 就是 富裕的一個設計圖 那 他也覺得 欸 這很棒 然後就是也做了一個 用後土種植的方式 就是在這片土地上 重新富裕 然後開始進行這個 另外一個食物森林的營造 對 那 這個 建地呢 是 看一下 建地的話就是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鐵皮屋的空間 那 因為這個空間呢 他其實 呃 你們看到這一條馬路啊 他就是一川 而過 一戶人家的聚落 那 以往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 雖然生活在那 也不知道這後面的故事 所以 也是因為這一個 呃 這件 這個土地議題的事件呢 我們才 慢慢的去了解 這背後很多的 這辛酸血淚事啊 對 所以呢 他就是透過去爬梳在地的 呃 空照圖 可以讓我們去看到 這一個土地 他的過往 前世精神這樣 你們呃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來限定看看這樣 嗯 嗯 那這一個 這一件作品就是 你們今天早上看到這個空成現場 那兩位創作者 他們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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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們常常 我們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跳快一點 先跟大家說這件事 等一下 就是 就是這一些事情是 是出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要做這一些藝術季 然後要串聯這麼多人這樣 那先給大家一個背景概念 好 出什麼事情 好 就是剛剛我說我們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那今天早上這個空城現場他們的位置 在綠色的這一塊 綠色這一塊大概是三千多公頃的土地 那我們的位置呢 是在這個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它叫綠結周邊土地開發 那它的這個徵收面積呢 差不多將近六百公頃 那實際徵收面積是五百多公頃 那這樣的大的面積 以台灣來說的話呢 就是航空城是全台第一大的區段徵收案 那綠結是第二名 就五百二十六公頃這樣 那這個相對位置大概有一點概念 可是這樣子已經有這樣子的徵收計畫了 就是在綠結還沒有發動之前 這周邊已經充滿了各個不同的土地徵收的狀況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徵收這麼多土地嗎 這也是我們的問號 那再來看看我剛剛說 我們差不多就是六百多公頃的 這就是2020年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2020年之前呢 我們都還可以很就是很快樂的跟土地做一些互動 然後繼續的這個賦予我們更多 就是跟永續的韌性 可以就是可以培養我們永續能力的技能這樣 那可是一直到遇到這件事情 我們就發現好像沒有那麼快活 好就是之所以會回到西部呢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在2012年的時候 決定要回到西部之前呢 其實在學習普門有序設計之後 我也繞了台灣一圈 然後也因為我本身是做影像工作的 所以也常常會去採訪一些人這樣 那就是因緣際會之下 我採訪到一位原住民的這個頭目的兒子 對然後那時候那一年呢 應該說在那之前那段期間 有很多的這個西部移民東部的風潮 對那我們就很好奇啊 就是你們本地就是東部人 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想法這樣 然後他就說其實西部的人並不需要全部都移民到東部啊 就是東部我們會好好的守護 那西部你們就好好的修復吧 對那其實他這一句話是一個 給我一個很長的很深的一擊啊 對我覺得修復這件事情是 真的是很需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在早期的前幾年 你回到農地上想要進行自然農耕這件事情 其實你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林田可能會使用農藥 對那就是慣行農法的方式非常的普遍 那漸漸的就是你在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後來其實這個2020年他的都市計畫的工展 在2013年的時候曾經出現過一次 那個時候他的圖面呢就是 你們可能可以看到這些咖啡色的部分嗎 他原本全部都是黃色的 那黃色代表什麼就是住宅區 那咖啡色代表什麼 他是說是產業區 那產業區他又分成產一跟產二 那產一是可以有煙囪的 那產二呢咱們前都發局長是說 內湖科學園區 就是台灣需要這麼多的科學園區 然後你也會想要思考 科學園區他需要的設計到底是什麼 對因為通常主事者他只會說我需要 可是最後往往他出現的 並不是他需要的那個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後面已經發生很多很多悲劇 對那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你真正想你這個2020年 丟出來的這個都市計畫 你需要500多公頃的 你想要徵收500多公頃的面積 可是他說他是濾結周邊土地開發嗎 那可是你要徵收一個土地 你需要的是公益性必要性跟比例原則 你一定要符合這些 那你真的需要用的這個捷運系統用地 也才3點多公頃 你需要3點多公頃的土地就夠了 那你為什麼要徵收到500多公頃 對這就是一個非常令人費解的部分 然後他的變更理由是什麼 那變更理由就是這個 這個你們現在看到這一些 都是我們2020年就是獲得這個都市計畫書裡面的文字 他想這叫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這有什麼意思 就是自償率的意思 就是他想要透過 比如說如果你要蓋捷運 這個捷運你一定要可以有票項 就是這個成本一定要可以回收 如果沒有辦法回收 政府怎麼可以讓你蓋呢 那可是以前這個自償率都很低 好像只有2點多吧 不到3 那後來他們就說 我們如果用區段徵收的方式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區段徵收這件事情 你可以有很多的獲益 那你的獲益會從哪些來 譬如說你會有稅金 你可以徵稅 因為農田不用稅 因為農田某個程度 它其實是有公共性的 就是餵養我們的糧食來源 這一些農田 對 那可是他如果透過這個區段徵收的 這一個魔幻術 區段徵收這件事情 全球只剩下台灣在用 而且用好用滿 它已經是19世紀的一個策略 然後後來從法國開始一直用 大家覺得不行 不對了 所以就不用了 可是現在就台灣用得超開心 其實從北到南現在都有在用 大家如果就是用心一點 看一下最近的新聞的話 可能都會發現 就是有這一些議題 哪裡又有一個科學園區跳出來 什麼的 通常都是大面積的用區段徵收的方式 把農田變成建地 當他農田變成建地之後 這個為什麼他可以賺 他會說表面上好像我那個 我可以配地給你啊 因為農夫他就會覺得說 就是我如果還可以繼續留著 就最好了 你就是我可以不用走 因為他通常都會說 那區段徵收你可以配地啊 一般徵收的話 因為我們的徵收方式 目前台灣就是一般徵收 就是一般的公共建設的徵收 他就用一般徵收 譬如說我要徵收 綠色捷運線這條路 他已經通通都徵收完畢了 就是用一般徵收 一般徵收的方式就是我給你錢 然後你就必須要走 因為他就說我有無上的公共利益展現 但是區段徵收是什麼 區段徵收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拿錢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我配地回來 可是一開始他都會這樣跟你講 那農夫這些老農 他會知道到底什麼是區段徵收嗎 連那個時候我們第一次參加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線上說明會 他有一個現場的 然後這是線上說明會 因為那時候疫情嘛 我們就線上看 看完以後完全不知道他要幹嘛 後來必須要打電話進去問得很清楚 然後才會知道說 天啊這到底是什麼 這真的是 不要說屠殺太那個啦 可是真的就是叫你走人啊 就很扯啊 對 那一來就是他透過這個區段徵收的這個方式 好 他說我也有公共建設啊 我30%我要拿去做我的公共建設 譬如說他在裡面規劃的 我們剛剛可能看到這一些各種顏色的東西 公園就會成為他所謂的公共建設 什麼小學會成為他的公共建設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廢校有幾個廢校的狀況了 然後他現在還要蓋小學啊高中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什麼這個社會住宅 他也不是社會 他如果說社會住宅的話還好 他說他要蓋什麼 他要蓋合一住宅 合一住宅其實在林口那邊就已經有發生弊案了 對 就是其實是有待討論有待商議的東西 然後什麼污水處理處也是公共建設嘛 他就說我可以做這些 好 他說我徵收來這些30%要去做這些 那40%呢 就是這個面積裡面的40% 我配回去給你這個 這個 這個土地所有人嘛 聽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我還可以住在我原本的地方 沒有你都不會在你原本的地方 對 就是你們看到這些大大方方大大的東西啊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稀一點的土 好你們看一下 這是現在原有的地圖啊 就是原有的基礎大概是長這樣 你看的都是農田 就是農田 然後可是呢 他在上面畫了很多正正方方的東西啊 不好意思喔有點沒有辦法 用 他現在畫了很多這些正正方方的東西 就是他的使用分區啊 那他的使用分區是這樣子的 而且他還會有誰優先選擇的問題 所以並不是說我要住在我原本的地方就可以 even你說好我要原地保留 你的土地面積不夠大也不行 對 通常最後會變成說好就算你有某個程度的土地面積 然後呢我說我要原地保留 我原地保留之後呢 你再加上你那個建築的面積啊 什麼 什麼建幣率啊 容積率等等 算一算 你說不定還要繳錢給政府 就是你原本在你家住的好好的 結果你突然要背貸款 然後你家可能還變小一點 你越聽越奇怪啊 然後那時候那個承辦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他說對啊 然後你聽了你就覺得很莫名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呢 你問清楚之後 你發現你身旁的人都不知道耶 更可怕了 就是那些老農是更不知道的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政府怎麼樣就只能怎麼樣 不好意思時間到了嗎 好啦 完蛋了 好啦 反正呢 這個變更理由都非常的有趣啊 他就是透過這個區段徵收的方式 他就可以蓋捷運 他透過區段徵收的方式 然後再重新寫報告 然後跟中央說 我這樣致長率可以變成什麼 百分之 對啊 41.77 嘿 透過區段徵收本來2.18%的東西 你現在可以變成41.77% 真的是很好賺 政府會賺 然後他不斷賺你的那個什麼 稅收啊 然後他還有啊 你說30%我做公共建設 40%我配地給你嘛 然後那個配地不是每個人都配得到啊 然後你可能想說可以 每個人就會下去想說 我可以配回40% 不是喔 你如果是農田啊 有20就偷笑了 這10幾也有可能 30 這個真的偷笑了 然後另外30%要幹嘛 我政府要飆售啊 我還可以出租啊 你想一下那個親譜的IKEA 就是他們幹的好事啊 就在政府賺得很high啊 原本住在上面的人耶 你真的沒有真的遇到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了解他後面的這一些程序啊 你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開放政府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對然後 再來他還要幹嘛 這個 暫體徵收 對他的暫體已經徵收了 可是他還要什麼 他還是說我要配合這個東西 我要徵收你的用地這樣 然後再來就說 我鮭魚返鄉啊 他每天都在講鮭魚返鄉 他每一個每一本那個都市計畫書 都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幾乎喔 然後他想要蓋什麼 合一住宅啊 健全做合一住宅使用啊 但是現在是社會住宅啊 對 然後 再來他是想要幹嘛 就是結彎曲直啊 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 這一條 這一條河啊 原本是更彎曲的 他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好像沒有放 要看到那個更前面的那個圖 好吧 OK 就是 再來就是 你要徵收 你總要有一個徵收的主體性嘛 他就說我濾結周邊土地開發 我蓋濾結 所以我要徵收你啊 對 然後可是在更早之前他還會說 就是我這個G13A旁邊 我有一個 我要蓋那個機場 北機場 機場維修站就對了 那這個機場維修站 本來是在這個地方 上面咖啡色那地方 但是現在 因為這個2014的時候 政黨輪替時候就變了嘛 變了因為那時候 有一波炒作的議題 然後就變成這些人 他們就決定說 那把這個北機場移到 就有污染的另外一個聖煤坡 那移到那裡去之後 他更沒有一個徵收的必要性 更公益性 對 所以就是更令人覺得這個計畫有問題 好 那譬如說內湖科學園區啊 這個 就是這一位就是我們的前 都發局長這樣 那什麼是區段徵收 看照片比較快 你們有去過這個林口A7附近嗎 沒有 反正現在那個什麼長庚捷運 長庚醫院附近 很多什麼 樓嘛 現在都是大樓 以前那裡可能是這樣 然後這樣子的農村聚落 但是透過區段徵收之後 就是紅土一片 那這個是 這個是A7現在僅存的一戶 一戶老宅 對 他們透過非常 非常用力的方式 用生命去守護他們的家園 對 這個就是區段徵收 他就是抹平式 把你所有的在地的紋理全部抹平 就是一個推土機式的就是這個叫什麼 完全破壞式的重新造正就對了 但這真的是必要的嗎 這樣子的設計方式啊 他其實是非常耗能的 對 他是把原本現在既有 土地上面既有的紋理 然後還有所有的這一些 植栽什麼的都好 全部都產掉 產掉以後去從別的地方挖很多土來 把它填高 這多耗能啊 然後再填高之後 就是又蓋樓 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們的溫室氣體不斷的升高這件事情 他們不用思考一下嘛 其實氣候變遷的問題 從土地的使用方式 是最快可以有改善的 最快可以改善的地方 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很可能就是真的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 我要幹嘛就幹嘛 我就是趨增啊 我全部弄啊 他沒有想到這個能源後面的 循環是什麼 對 那這個就是土地徵收的六大法律要件 就是這個公益性必要性比例原則 目前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就是這個計畫還有舊 就是航空城已經在執行了 已經進入手術室 已經推出來 不知道去哪裡也應該要買 然後我們現在是發現病徵 可能一騎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一騎這種狀況 那我們就開始收集很多的資料啊 就發現其實這個桃園現有的產業用地 還沒有用的喔 已經有一千多公頃了 然後可是呢 他說我要徵收你五百多公頃 去做這個產業用地 到底為什麼 對 因為很好賺 41.77% 是真的 那我們為什麼說我們還在那個 就是可能疑似一起這樣 就是整個土地徵收它的這個流程啊 我們在最前面那一個點 灰色公開展覽的階段 對 就是土地徵收 尤其你會經歷區段徵收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是從市府的這個層級 先提出這個公展的計畫 然後開始跟人民說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非常有意識的去提出要不要 對 然後呢 你如果沒有提出意義的話 他就會把你看成要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你寫完陳情書之後呢 他會過了一陣子 然後發公文給你 你來講三分鐘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跟他對話 沒有對話就是 就是講話而已 然後他就 嗯嗯嗯嗯嗯 然後呢 你家就算是整理得很乾淨 然後就是發展得很好 他也不會去拍那個地方 他先提就會說 這是你家 這地號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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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放照片出來 他說 我就說不是我在旁邊一點 我沒有拍到那裡 就是這樣 就是很扯的一個過程 對 這是我們的程序 會這麼被操作 所以你就是會碰到一堆很硬的鐵牆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麼前面 那就是更需要去審視這件 這個徵收案 他到底有沒有公益性跟必要性 我有時間可以嗎 我可以到幾點嗎 我想要20分 好好好 ok 所以就是最前面的這個都市計畫 他在市府之後 如果我們都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人出來站出來說我沒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送到內政部 然後就開始 啵啵啵啵啵啵 一直到後面 所以現在這個航空城已經到這邊了 對 那我們還在這裡 還在可以評估他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對 從2020年的時候開始當 對 那這個你們看到後面這些樓 就是桃園現在的樓 這個是我們一個非常優秀的設計師 幫我們設計的 對 這一片稻田 就在工作室的旁邊 對 那這個是我們在地的期勞 前去 今年初 就是先世 對 但是他們的後代 也有繼續的就是守護他的土地 對 就是如果他做這個計畫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農地守護這幾個字 也是一個在地94歲的阿嬤寫的 很可愛 那所以我們2020年的時候 就號召了很多在地的居民 那這一些呢 因為很多那個地震局的人 他就說 我只聽那個土地所有人講的話 但是其實殊不知 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住在周邊的人不是利害關係人嗎 對 然後可是他們就說 他們都會對外說 沒有啊那個來的那些人 都不是土地所有人 沒有這些都是 這些通通都是 對 那我們也在2020年底的時候 就是去監察院提出 就是這個跨域價值公共建設 這件事情是有問題的 對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呢 所以這個計畫有被踩一個煞車 就是在2020年底的時候 那踩了煞車之後呢 2021年呢 就是我剛剛有說過2013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計畫有出現過一次嘛 但是後來因為大埔事件的發生 然後還有各個台灣社會運動 一個一個的冒出來 所以大家的意識都越來越清楚 這幾張這兩個這個門神 就是大埔事件那時候他們的村聯這樣 就是我們支持了以後都沒有用過 但這個時候覺得要拿出來擋一下 對 所以呢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也希望賠利在地的夥伴們 因為市府一定會說 你們不懂啊 你們不專業啊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他所謂的專業語言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開始自我賠利 那這個就是桃園特有的皮糖特色 以前榮景是一萬多口啊 現在大概剩兩千多口 對可是我們想想你去威尼斯你要看什麼 就看那個水系統嘛 這那麼厲害的東西對不對 威尼斯沒有這個東西 沒沒 那桃園什麼 就是這個皮菌系統厲害啊 那可是這個是這麼多年累積下來的文化 不被重視 是不是很可惜 可是也因為這個東西 桃園也曾經被列為這個 這什麼 什麼 世界遺產的潛力點 所以其實這一些很珍貴的人文特色 是我們應該要珍視的 那這是這個齊波林老師他拍的作品 這句話也是他說的 他從空拍的時候看到這一口口的皮糖 就覺得他宛如山而發亮的水晶 對 那所以2021年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在地培利呢 就是培利在地的這一些居民團體 怎麼跟土地對話 怎麼賦予土地 怎麼跟人對話 怎麼跟府方對話 所以我們也就是學習了 也剛剛說的這片紅土 就是今年那個易捷這位作者 在上面做腹地計畫的 就是厚土種植的計畫 就是在這片紅土地 這片紅土地它原本是水泥地 因為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個颱風 就把它摧毀了 摧毀之後呢 它沒有 就是在地人不知道怎麼把它救回來 所以他們就 狂阿蒙頭 狂阿蒙頭 就至少互住了嘛 可是互住了 那那個水源呢 就 其實這裡本來是稻田 它本來是綠意盎然的稻田 但是也是因為前面就是 如果你們去桃園 現在很夯的什麼土書館 那邊也是一個都市計畫 那那個都市計畫 以前那裡曾經有一口皮糖 那也是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 就被填掉了 填掉之後呢 這一片土地本來是吃那一口皮糖的水 所以它也沒有水的來源了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爬梳之後你才知道 它並不是不想種喔 它其實撐很久 它從本來是種這個水稻 然後到後來不行的時候 然後就做園藝 那因為比較不需要那麼多水嘛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園藝之後 可能就是因為颱風 然後附上了這些水泥之後 然後為什麼要附水泥 因為太多垃圾會吹來 都市的垃圾吹來之後會被罰款 就是有各個這種 為難處我們才知道說 可是其實這個地主他還是很想要把它 就是營造成自然的場域這樣 那後來我們也有邀請他來就是 認識浦門永續設計 然後也學習一些策略點 那怎麼回收雨水啊 然後怎麼用比較不需要水的方式來種植 然後他就很興奮 所以他就去找來這一堆紅塗 對 真的很可愛 然後你會覺得 哇 他很有毅力耶 你更覺得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 support 一下對不對 所以就是 像上面那個地方就是 江湖開放工作室的實驗農場 對 那這個這也是 我們就是有一些 就是跟土地互動的一些策略 那可以更省能 然後可以更更永續的方式 那這個是今年10月14號 我們每年的10月中 都有一個遊走江湖的市集 對 然後我們會 他是創作人市集 就是我們會邀請在地的這些獨立創作者 我們創作者的定義拉很寬 小農也是創作者 對 就是他們是自己生產他們的東西的人 然後來這土地跟大家分享他今年的創作展 對 然後還有一些怎麼做這個 這個風土寄影的拍攝工作 對 這一些在地的賦能 我們開始也去跟中原USR做了一些連結 然後做了很多的在地的田野調查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它有很多的 不管是脾菌系統也好 還有很多的土地公廟 老屋 這一些串聯起來都會是非常有趣的路徑 OK 好 然後所以我們要怎麼跟大家對話 就是透過環境教育這一些策略的設計 然後還有怎麼跟甫方對話 就是做一些都市設計的賠例這樣 那我們也一直在想 就是你要怎麼跟一個在體制內不曾思考規則 可是只是按表操課的人溝通 這是我們就是在跟甫方對話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已經有123456789的答案在那裡了 你給他什麼回應 你澄清什麼 他就三啊 對 你後來看到他的回覆就是這樣 你才會知道說你整理出來之後才知道 他就是有一個公版的答案 對 可是我們也不是說完全覺得所有公務員都不好 就是其實還是有一些認真的公務員 其實就是也試圖的想要去在裡面反轉一些什麼 可是這個都發局我們是還不知道 我們遇到的啦 就我們遇到的就覺得有事嗎 就是年輕的人也是喔 我想說你真的覺得這樣好嗎 這個設計對嗎 然後他就那個齁 來 我跟你講啊 然後就馬上又變成那個體制內的人喔 你就覺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就是這樣子的人一個可能就算了 可是如果很多個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面銅槍鐵壁 那當我們的這個政府機關 有這麼多銅槍鐵壁的時候 到底要用什麼武功戳破他這樣 對 所以 可是我覺得這一些東西 這個銅槍鐵壁是怎麼長出來的 有時候是我們倦養出來的喔 是公民倦養出來的 你可能懶得去戳他 他就覺得就是這樣啊 你又沒有說你不要就是要啊 對啊 像譬如說另外一個計畫 OK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對 這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個 500多公頃的都市計畫 那那500多公頃的都市計畫 就是因為大家有站出來 說不好 他就覺得好吧那就暫停一下 大家中場休息 你也去了解一下可以做一些什麼東西 自己自我賠利一下 然後我們再對話這樣 然後可是呢 他從裡面的這個 原有的都市計畫圖裡面 拉了一些他想要做的東西出來 可是他如果這麼先做下去以後 你如果想要設計一些比較人本 人本思維的交通系統的話 你整個就被打斷了 就不可能啊 對啊 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 譬如說這個同安街 它是一個在地最老的老路 也是一個農路 那其實現在都還有在用喔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條路 但是他想要怎麼樣 他想要從這邊跨河啊 跨正南坎溪啊 來一條30米的馬路 這30米馬路多寬齁 我們想一下 應該是 有中校 應該中校東路嗎 中校東路差不多吧 對啊 中校東路差不多有30米吧 對 就那麼寬啊 然後你就是在這裡 你拉一條30米過來之後 你覺得這裡的交通系統會變怎麼樣 永遠就是車水馬龍 對啊 你不可能有這個人本交通系統的設計啊 時間到了嗎 好 所以呢 我們說提出對岸就是不斷的debug 就是這件事情我們也是透過很多的方式 跟各個層級的人提出來說 你並不急著做這件事情嘛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讓未來這邊的這個經國特區的人 可以過來這裡搭這個捷運站 你只需要有一條人車 就是人跟腳踏車可以通行的路橋就夠了 然後我們也提出了這個策略點 譬如說這是法國的西蒙普華橋 它多寬 它也不過就是8米而已 那8米的話那裡就已經有一個公有土地 你就可以現在 你要現在做都行 對我們就提出這樣子的就是替代方案 你Key上去大概就是長這樣 它就是一個你可以至少留 未來我們還可以討論 你這邊的人本交通系統可以怎麼做 對那就是不斷的提 雖然到了中央退回來的地方 然後地方又再成中央 就是又再去中央講一次 現在它似乎就是有一點軟了 就說那就等最後這個大的都市計畫來了再說這樣 對所以其實政府這個銅槍鐵壁要怎麼 要怎麼debug就是要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就是 這是中原USR的陳其鵬教授 他提供的圖 你看到紅色的地方就是整個桃園 目前都市化非常非常密集的地方 所以這一些就是我們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那我們提出這個都市計畫 它其實並不需要這麼的高強度的開發 其實它是可以有很多低強度開發的設計 對所以而且再加上目前其實我們共同面對的 就是氣候變遷的議題 那這議題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在這裡 串成一個人島 然後有一個人島效應出來 對那這一些都是可以操作的部分 也是我們試圖去提出來的議題這樣 那這一塊基地它還是目前還是面臨著 這樣的一個都市計畫的壓力在那裡 因為它還沒有提出第二張圖 我們一直在等待它的第二張圖 什麼時候又要出來這樣 對 對那公民嘛 公民最需要做的就是監督政府 就是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宿命 對但是至少我們還有機會監督它 OK那你們看到這一片就是生態非常盎然的 就是這個候鳥的棲息地也是在我們這個區塊 對如果有空的話這是一個 它這裡會有那個冬天到的時候會有翅膀壓 是從很冷的地方飛過來的 好那最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覺得就是農村它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成為人 跟自然連結的第一站 那我們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要變成一個都市 就是很繁忙的都市 其實鄉村可以讓你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可以有一個所謂的鄉村設計 而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變成都市設計 而是把鄉村美好的本質可以幫它留下來 這是我們很期待未來的設計可以走的方向 好那其實有很多東西 流域行動藝術集的東西沒有時間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上面這個QR Code 我們都會其實都有很多現場的資訊在上面 那這個就是如果大家對綠節農地守護聯盟的相關的訊息報導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掃這一個QR Code 那你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先前的報導這樣 對那右邊這個是我們去年遊走江湖的這個海報宣傳 那今年的還沒出來就是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先把10月14號留下來 對可以一起來玩一玩 好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 那如果你們願意就是這個還沒有設計得很好 就是其實我們真的是先前我們在這個流域行動藝術季之前呢 我們辦了一個這個土地掠奪及家園破千的巡迴展 那他是從政大的徐世榮教授那邊他巡迴全台的一個展覽 對那就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意見回歸單 那就是重點是如果你們有興趣就是更深入的跟我們做交流的話 可以留下你們的email之類的 或是直接在這個上面這個 Blow up in action上面這一個地方私訊給我們也都行 對我們可以一起思考可以怎麼搓鐵板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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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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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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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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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